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菜豆腐 豆腐青菜 唯我四弟 体民之苦啊 怎么 还请了三哥 我是不当请之人吗 老师啊 你平时不请我 今儿老四请我 你也不乐意 哪里哪里 我是怕三哥一开一口就 紫月 紫月 我都答不上话 多没劲 可没别的意思啊 紫月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见你老实 人说鬼话不就得了 三哥冒我是鬼 酒鬼也是鬼 再会儿 你多喝酒 少说话 做个 酒鬼吧 好 这个鬼啊 我还坐定了 三哥 好 初弟 坐 请坐吧 太子驾到 老十三呢 那东西还真在你那儿啊 参见太子 起来吧 参见太子 不要脱离 多坐 多坐 坐 坐 好好好 太子爷 四爷今儿可有什么喜事啊 竟连太子爷和这么多皇子爷都请来了 老四啊 你今儿请的是什么客啊 到底还有谁啊 除了马中堂 就我们几个亲兄弟 马中堂 您请坐吧 来 坐 请 十三爷 您可来了 高福 禀包四爷家 这样 这样 把货谢了 快点 好 上酒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尹真今天既非寿日也无喜庆 为何要请太子爷 诸位兄弟和马中堂去将呢 我想大家一定会感到很奇怪 来 先干了这杯 再请大家一开眼界 来来来 切四个一片心意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干 干 好 干 好好好 干 干 十三弟 十三弟 把那四只箱子抬进来 开点 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 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这就告诉诸位 这箱子里装的是我大清三百多官员的隐私 这几项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万勇当铺抄出来的 那么又是谁放在万勇当铺的呢 是一个曾在吏部任过主事 后来又在江南 后来又在江南做过巡言道的姓仁 明博安的人存放在那里的 说此人是神间巨队 幽为不足啊 我看这个人 简直是我大清的第一个毛贼 他利用自己任户部主事之变 广涉耳目 专一搜罗刺探 文武百官的隐私过世 然后详细记录 以汇编成册 取名为百官行术 其用心 无非是靠这些把柄 挟制百官 小子逞其私欲 予取予夺 大可图谋不轨 犯上作乱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不但我大清建国数十年未有 就是纵管历朝始色 也是闻所未闻 太子爷应该即刻下令 将他捉拿归案 明正典型 对对 应该捉拿 至罪 马大人请息一份 您可知道 前日安徽报来的江夏镇一案 是怎么回事吗 江夏镇一案 莫非与任波安有关 正是如此 有人 暗中和任波安勾结 想利用百官行术 掀起一场正朝 十三地主管刑部 得知此事之后 为了不泄露机密 就下了一道手艺 密令进京数职的四川提督年耕摇 利用上京之机顺图谱 查抄这几项东西 不料 任波安 竟敢勾结淮安营的官兵巨谱 年耕摇处于无奈 这才将他们一发剿灭 好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耳诛之 年耕摇 功劳不小啊 太子爷在这里 诸位皇兄弟也在这 尚书坊刘首大臣 马中堂也在这 来 请你们上前细看 请看 这乡口的封条完好无损 足以证明我和十三弟 都没有看过 封条确实未动 老臣可以作证 那就好 十三弟 把箱子打开 住手 这里的东西 谁都不许看 八弟这话说得透彻 谁想知道 这箱子里寄的事情 谁就是想挟制百官 图谋不轨 太子爷 臣弟的意思 是趁我们都在场 当众一把火把它烧了 一来 立安百官之心 以免人心浮动 影响朝局 二来呢 也避免有人 利用他乱了朝纲 有礼 有礼 来呀 在 把这箱子抬到院子里 烧了 这 太子爷 请 请 爸 好 说 我 我 我 好吃 我的 我 我 恶 吃了 我 算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瞒着我派年庚摇到江夏镇 又瞒着我偷偷把百官行书弄走 居然还 好啊 算我看走了眼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上折子 咱们赶快给黄阿玛上折子 告他一个撕毁罪证 居心叵测 我也是这个意思 人不安死了 百官行书也被他烧了 这事扯不到咱们身上 正好借这个机会 轰他一下 对 这事没这么简单 四哥敢这样做 说明他必定留有后招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这件事让太子和马吉 告诉黄阿玛 等我弄清楚背后的实情再说 好 好吧 好